是亲生父母消息那一刻 自己会作何反应 而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 19岁的张家东还是有些不知所措 他不得不让自己先冷静下来 找个地方自己静静的故事化 看到这会儿的时候让人心情很复杂 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 张应周夫妇是成天要提心吊胆 要时时刻刻顾及着孩子的情绪 王志强更不要说了 十几年一直在找孩子 内心每一天都受着煎熬 张家东也是 年纪不大 但是心里面一直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让一个孩子来面对这样的事实 也是心里面的负担难以承受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 我们说都是因为当时人贩子犯人 所以我们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要加大对人贩子的打击力度 这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事情往回着 张应周夫妇当时在看到张家东的时候 如果不是把孩子收起来就开始这么养着 而是选择报案 也许这个事情早就解决了 当然我们说到的是也许 也许王志强就不用花十几年的时间去寻找 那么今天当我们冷静下来 来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张应周夫妇的行为到底在法律上 我们怎么界定包括这个在人口拐卖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系列的遗留问题 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处理 今天我们请两位跟我们连线来发表各自的看法 一位是公安部刑事侦察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世渠 另外一位是心理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的马亚教授 陈主任 就是对张应周夫妇的这个行为 就是说明明也怀疑这孩子可能是拐的 但是也觉得孩子挺可怜挺可爱的 然后呢我就养着吧 这种这种夫妇我觉得可能还挺多的 他们的这个行为法律上应该怎么认定 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是构成犯罪的 但具体到本案中 张应周夫妻呢 主观上他没有收买被拐儿童的故意 客观上没有支付收买的费用 他这个是属于非法收养的行为 不构成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但是应该讲 买方式上的存在 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屡打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呢 还有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 儿女双全 这些错误思想都比较盛行 对花钱买孩子习以为常 客观上是会诱发犯罪 马老师在我们拍到的 很多这种拐卖的案例当中 都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说如果被拐的孩子 稍稍年龄大一些 三岁五岁 他们对自己的